第28題 右圖為1公克的水體積與溫度的關係 小雅測量湖泊表面水溫夏天為20度C 冬天為1度C 則此湖泊底部與表面的水溫比較 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從圖上看到 我們大概在4度C的時候 它的體積是最小 所以根據公式D等於1分之m 體積如果最小密度就會最大 所以我們的4度C密度大沉在最下面 所以我們可以想說湖底的溫度就是4度C 所以在夏天的時候 湖底的溫度比表面低 在冬天的時候湖底的溫度比表面高 所以選項A跟B都是錯的 那麼4度C比20度C小比1度C高 所以第28題問我們說下列何者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C 湖底水溫在夏天時低於20度C 而冬天則高於1度C 我們是利用湖底的溫度是4度 因為它的密度最大沉在最下面來判斷的